来到四川当然少不了美酒美食 但吃饱喝足之后 就要来一点有文化底蕴的东西 在我身后这座宝藩寺当中 就有着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的大型壁画 走 跟我去看看 宝藩寺坐落在彭溪的狮子山中路 它实践在北宋初年 是一座富有历史底蕴的古叉 几经战乱毁损的宝藩寺 在明代的时候重建 当年建成的大雄宝殿 气宇轩昂 现在被古建筑学者赞为 是设计精细 结构严谨 形式美观 基础牢固 它是明代中期建筑的家作 最特别的是殿中的87幅壁画 宗教界遵此画是禅宗秀姬 因此驰名中外 老师说我看了那么久 一点都看不懂 据说这是五百年前的画 可是以我看了那么久 真的一点都看不懂 我想我去找专业的人士来帮忙 壁画内容描绘的是佛教故事 西方境 那么我们画中的那个地藏菩萨 首年色力宝珠 齐情齐态 为尿为消 讲得正道精辟处使 左边的两尊罗汉 心中却暗暗发笑 那么他们在想明天就是如来修成 我们那个地藏和尚还在这里 讲得这么天花烂醉 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明天就要去 功名佛祖法音 那么我们这一位来叫做福福尊者 在开小餐 他在逗拢走他的小老妇 这一位祥龙和尚也在 一心二用 在左手刺纳 右手连针 你看这个针线都发 刺纳 就是那个衣服嘛 就是 练着衣服 这是五百年前有莲花纸 对 你看那个幼石连针 那个针线都刻发出来了 他们都是男生吧 男生也莲花纸 我待会要给你说 那么他左手刺纳 右手连针 那么好像刚补完一个补丁 正在侧目收针 用嘴角咬断这个线头 那么这一副了刻发的就是 男人学作女工的这样一个细节的笨拙 把它刻发出来了 怎么看出笨拙 笨拙你看啊 他和女工那一个 是 优雅的感觉 对 没有那么优雅的感觉 就是感觉他现在有点猙獰 一点点 对 他牙齿都不看见 笨的就是笨拙 笨画所绘法像有103人 每个人脸部表情都栩栩如生 真是别具特色 那老师可以帮我们说一下 这整个话在说什么 讲的就是 众罗汉和诸仙佛 西天朝佛的故事 也就是我们的如来佛主过生日 然后那些罗汉们 从讨论送什么礼物 然后亲自去给他过生日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表情 对对对 然后听他听如来佛主讲经讲课 然后到整个生日过完的故事 那有没有什么是 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 比较贴近的 就是他们可能现在 也能自己去看见的 有什么东西要特别的吗 我们看这里 画面中废的这些瓷器 那么是经过我们现在 文物局的老师 亲自介绍这些瓷器 绘的是我们宋代 那么现实生活中有的一些瓷器 那么在我们税林寺的宋寺博物馆里 是能够找到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三个吗 对 三个真实的作品 您说这个画的时候是明代 明代 画的是宋代的瓷器 那相似度有多少 相似度至少有百分之九十多 百分之九十 所以表示这些画师的画艺非常精湛 因为很像 对 距今五百多年岁月的宝饭壁画 使用天然矿石作为原料 色彩至今依旧鲜明 它被专家学者称为 绘画艺术中的珍品 我可以问一下吗 就是那个金色的是真的金箔吗 金色的就是真的金箔 以前 真的金箔 对对对 笔法是由五层梨木铺展而成的 颜色是用金属和矿物质为颜料的 就是当地这边有的天然的颜料 对对 然后它的技法是用工笔种彩 粒金集粉的方法绘制的 文革期间 宝饭寺被当作学校 让这些艺术瑰宝 躲过破坏的结束 为了不破坏整体的建筑结构 这些壁画用最原始的方式保护着 老师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个房间里面很多帘子 帘子 因为我们的壁画只能用冷光 不能用其他的闪光之类的 那么是为了对那个壁画的一种保护 光见得越多 壁画就损坏得越快 所以是为了遮阳光是不是 对平常包括光线遮得越好就保护得越好 所以我们这个年纪里面没来的时候平时都是抹过来的 对对的 那我有发现一个细节就是这幅画比别幅画还鲜艳 是这个原因吗 就是晒光晒得少 对保护得最好的一副 那为什么它会保护得特别好 因为这一扇门我们没有常开 就因为这样 对 它在门关着 然后这里来接光线就是最少 你看那边 那边它有玻璃 所以其他部它也有影响 真的 因为它刚好在角落里面 你看这一副 这一副为什么颜色不一样 我知道 清代补肺 对 它吊得很多 它吊得很多 因为是清代补肺 那就是证明了我们明代必化化迹的境界 我还以为是因为那边有窗户 你就晒过来 原来是明代的技法比较好 就是因为清代补肺 所以在立体效果上和颜色上 它就 哇好奇妙 清代补肺反而比明代的更 吊得更快 就是你看这个上面的早景化 它也是啊 早景化也是清代绘制的 不是补肺的 那么它也很模糊 那这个我们现在做不了这个功法 再去补是吗 吊得就没办法 我们现在暂时不补 我们要保留它原来的形状 就是 宝饭壁画由于地处偏僻 长期隐藏在川中溢渝 显为世人所知 如果没有人带路 很难会被发现 进而去认识他们 现在透过详尽的解说 让世人可以更贴近这些壁画 欣赏到难得的艺术真品 那你现在觉得这个好玩还是当老师好玩 各有各的好 那怎么说说这个 当教师的时候就是那种教书育人看到学生成绩好的时候 很有成就感 然后现在就是看到这些宾客我们给他介绍壁画 让他们觉得听这些故事很有趣 然后了解了壁画的来源和壁画的画面 讲述的是什么 我看到宾客满意的开心的笑 我也很开心 那像壁画这么大 不像是我们在书上看图书 那你是不是会发现它里面细节很多 很多很多 对那你会自己特别去观察吗 会会 我手机上有这个它的原来的书章照片 对对对 然后可以一直放它看 放它看每天看 因为我眼睛有一点筋涉 所以手就算看得更清楚 那是不是我们就是我金友姐姐的故事 就觉得每一项工作只要你真的热爱她 你就可以做得很好 她才做十天 而且她是我刚刚偷偷在旁边听她讲解 我觉得她非常的好 我就要求一定要她来跟我讲解 非常谢谢你今天帮我介绍这么棒 不是 很乐意 很乐意 谢谢你们 大家来可以找她 彭希的丰富文化资产 真是让人轻叹